所以立刻觉得在英国没有意思了 立刻想要回来 当然事情办还没有办完 就等到办完才回来 回来之后呢 我就想了要怎么去学习 去找我们的老祖宗 找我们的根 那个时候三十多年前 有一本书叫做Root 是黑人 美国的黑人 黑人到现在也是给白皮人 美国的白人欺负得很惨 那么他们那时候很 一时那本书叫Root 跟黑皮人 那边的这个非洲人 去找他们的根 寻根 那么那些 就是他们从Africa 非洲去的 两百年前 他们的祖宗 给他们白皮人抓去做奴隶 很多人都死在路上 遥远的路程 在船上 那个船挤得满满 比沙丁鱼更多的人 所以他们又找回他们的根 所以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觉得 我们应该找我们的根吧 所以我又找我的根 那么根在哪里 当然又懂得华文 那么我每天呢 就学一点潮州话了 因为我是潮州人嘛 爸爸妈妈讲潮州话 那么学来学去很多人 只有我都买一本热点 这本热点很好用的 小小本的潮州话 但是里面有 但那个时候我只学潮州话嘛 每天在巴士山也好 巴士站也好 就看一点点 看一个字半个字 学怎么拼音 意思什么 怎么用 所以每天学一个字半个字 学了之后呢 我就去看了很多书了 一步一步来 先用英文的翻译本 看了一点色素五金啊 看了一点其他的经典啊 那么我看了 那个时候是年轻 不过我最年轻的时候 读英文的时候 我是常常去买一些 这个佛教的书啊 所以 The Noble Truth Eightfold Path 小时候都看过了 所以 等到我度华文的时候 也看 庙法 莲华经啊 一切的大战经典啊 这个 好像 金干经啊 心经啊 都看英文中文看 那么 那么每一天学一个 潮桌化的字 那么到了几年前才记得 诶 有可能现在用华语了 因为到处心说 讲华语嘛 不可以不讲了 也学习了一点点 所以开始学习华语了 那么也开始看了 最早看色素五金啊 这个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英文版也拿来看 那么道德经也拿来看 我相信我道德经也看了 大概英文中文的翻译本 大概一百本 以上的翻译 但看来看去总不觉得很好 不能够说得很圆 所以后来我得到这一本书 等一下我会送给他们的林长 这本看了 哎 觉得还蛮好 很好 所以 我就慢慢学习了 那么今天大家有缘分 我就跟大家 从这个过程之中呢 把我一点 学习到的东西 来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第一 我真的认识呢 这个道德经 大家不要误会 早早也不知道 道德经不是道教的经典 因为你看道教的历史 根本道德经呢 就是2500年前 李尔 我是姓李的 我们老祖宗李尔 那伟大的老子 他2500年前 要做韩国关的时候呢 就写下来 五百个字的 八十一章的道德经 那么那个时候 也没有说这个社交的什么教 什么教 所以等到500年后 张道林天师 他才说这个有道教 有名称的道教 那么请我们的老子 来做这个道教的祖宗 那么因为我说这个 跟道教跟道德经 要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跟我本人一样 我们看了道德经真的 道德经不是道教的 是无形无相的 根本是属于全世界 全宇宙的 不是任何人可以说 这是我的经典 那么现在在德国特别 我听说大概十个人之间 就有一个人在读这个道德经 因为在澳洲的地方 欧洲的地方 很多人觉得了 在文化方面 很多可以像东方学习的 所以佛教 道教 儒家思想 都很多人在研究 那么我是学了一点点 所以比我们的金空法师 当然是天言之别 因为他老人家 对这个道德经 也非常的有心得 所以他老人家 回来看我讲的话呢 不要大笑我就 很感谢他了 但大笑我就不要大骂就可以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 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人是以为 道德经是道教的 就要到处来讲 还有人有些人说 要到处来念道德经 好像念经来不是的 我今天特别也缘分的事情 我请我们来自中国的 这个王宗仁教授 他把这个81战的道德经